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幸福人生。 疫情下,我失业三个月了。 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去五星级酒店端盘子。 在那里,我遇见了她,柳淑云,一个九十六岁的老太太。 我看见她的第一眼很难想象,她已经年过茂蝶了。 跟我印象中的九十岁老人不一样,她并不老太隆重,也没有步履蹒跚。 相反,她童颜鹤发,身子挺拔,自信优雅,就像超模女王卡门一样,是岁月不败的真美人。 我们在宴会上相遇,那会儿我端着盘子正给客人送酒。 她穿着一袭紫色旗袍,看见我,就朝我缓缓地走过来,脸上的表情从难以置信到震惊,再到喜极而泣。 甚至到最后,她走到我面前,紧紧抓住我的手,眼里满含泪水。 我有点猛,心想着,我该不会是她失散多年的孙子吧。 实际上,我想多了,我亲奶奶就在老家种地。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惊得我说不出话来。 她开口跟我说,小伙子,我们结婚吧。 我更猛了,虽然我命犯桃花,但不至于跟这么老的一朵花。 她继续说道,如果你跟我结婚,我的亿万家产就全都是你的。 考虑好了,就到明珠庄园找我。 说完,她将一张照片塞到我手里,在周围人惊诧的目光下,离开了宴会厅。 我低头看着照片,那是一张黑白照。 只是一眼,我就被照片里女人的那绝世容颜给吸引了。 照片里的女人,柳眉杏眼,穷比挺立,满脸笑意,一脸温婉地站在男人身旁。 而照片里的男人,居然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当天,平时用笛子看人的酒店的经理,破天荒地过来找我,对我笑得一脸谄媚,说我真是走大运,能被集团董事长看上,无异于平步青云了。 这时我才知道,我打工的这家五星级酒店就是她的。 不仅如此,她还有很多产业,身家将近百亿,是个名副其实的钻石级别富婆。 关键是,她一直都是单身,无儿无女。 可以说,她除了钱,一无所有。 经过那天的事,我周围的同事总调侃我,说我被富婆看上了,让我辞职结婚算了。 虽然我有幻想过被富婆包养,但说心里话,年纪这么大的,我真接受不了,哪怕她再有钱。 可老家的一通电话过来,让我不得不向金钱低头。 我爸说,我妈查出了癌症,较多发性骨髓瘤。 医生说,现在大城市已经有特效药,能治好这个病,但一针特效药要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这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无疑是天文数字。 而我的银行卡里,连一万块钱都没有。 电话那头,我爸声音哽咽。 我爸一直都是坚毅的汉子,即使生活再苦再累,他都能咬牙扛过去。 但这一刻,他哭了,说自己老婆生病了,连治病的钱都没有。 他痛恨自己没本事。 我宽慰我爸,说钱的事我能解决,让我妈好好治病就行。 此日,我便去了明珠庄园。 一进庄园,我还以为自己到了苏州园林,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竹子花木,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古韵古意,安逸静美。 我跟着管家,一路穿堂过时,才来到他休息的地方。 他穿的依旧是旗袍,仿佛知道我的到来,特意穿了一件颜色稍微鲜艳的暗红色。 看到他时,我心想,如果他再年轻几十岁,就是古典画上陈鱼落雁级别的爵士美人了。 他问我是不是考虑好了,我说我答应跟他结婚,但我不想占他便宜,只要他给我两百万就可以了。 他笑了,说他的一切本就属于我的,让我不要这么见外。 我很诧异他的大方,也没多想,问他什么时候结婚,我说我急着等用钱。 他说,择日不如撞日,既然如此,那就今天吧。 我凌乱了,万万没想到,他居然这么猴急,可我还没做好至少一万字的心理建设呢,我还处于猛逼状态,犀利糊涂地就做进了价值八百万的劳斯莱斯加长版,直奔民政局。 在民政局工作人员震惊、羡慕、鄙夷的目光下,我们这对年龄差距足有半个多世纪的黄昏恋,顺利地领了结婚证。 他拿着结婚证,老泪纵横,看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像孩子一样。 不停地重复对我说,真好,我终于是你的妻子了,这一天我等了太久了,见我依旧一脸猛逼,他微笑着,没说什么。 自始至终,我都感觉他好像认识我好久好久,可我脑子里压根没一点印象。 我虽然很无奈,但不得不承认,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名义上的妻子。 他说一会儿就举行婚礼,今晚洞房。 我紧张地咽了口唾沫,甘笑说,是不是有点太快了,我还没准备好呢,他看向车窗外,淡淡一笑,说他等着一天,已经等不及了。 一回到庄园,发现里面已经张灯结彩了,门上到处贴着喜字。 他换了嫁衣,跟我拜了天地。 我跟他的婚礼,简简单单,没有宾客,没有家人。 冷冷清清的,就只有我跟他。 其实这样挺好的,说心里话,我也不想被别人知道,自己娶了个九十六岁高龄的富婆妻子。 估计当晚我就能刷到当我听到九十六岁妻子咳嗽着要洞房的射死视频。 当管家喊入洞房时,我的心一颤,心想他年纪这么大了,应该不至于了吧。 然而我想多了,当我一掀开他的红盖头,他就紧紧搂住我。 我说,你不要那么猴急,我怕你遭不住。 他将一个盒子浇到我手上,呼吸陡然变得急促,双眸含泪,喃喃地说, 秦朗,我要走了,带着他,记得回来找我,我一直在等你,随即。 他靠在我怀里停止了呼吸。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他就这么走了。 九十六岁高龄的他,结婚当晚走得很安详,只留下一句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话。 身为他的丈夫,我料理了他的后事。 他生前留下了遗嘱,他的一切财产是无巨细均留给了我。 我有些恍惚,感觉天上掉下的这块馅饼也太大了,砸得我到现在脑袋都晕乎乎的。 我妈的病已经治好了,她跟我爸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曾结过婚,更不知道,我曾有过一个九十六岁高龄的妻子。 虽然,我跟她只是一天的夫妻,但我总会想起她优雅、温婉的模样。 事后,我在整理柳淑云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本《皮子泛黄》,年代颇为久远的日记本。 里头记载了民国时期,还是轻松少女的柳淑云,跟一个来路不明的沙雕青年,短暂而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恋。 我被两人的恋情深深吸引。 只是,让我诧异的是,那个青年也叫秦朗。 青年临死前,将木盒子交给了柳淑云。 至于什么用意,由于被泪水打湿,模糊不可见。 我不有想到了,柳淑云临终前交给我的那个木盒子。 我很好奇,在一天夜晚,我把它打开了。 我原以为它只是一个简易的音乐盒。 然而,当音乐响起那一刻,我穿越了。 我回到了七十多年前,柳淑云十八岁的那年。 此时的她,一身民国女学生的装束,曼妙的身影站在桥上, 让我不禁有些看吃了。 白里透粉的鹅蛋脸,弯弯的柳叶眉,挺立的琼鼻,貌似在哪见过。 等等,这是柳淑云。 这,也太美了吧。 之所以记得,是因为那张黑白照里年轻的她,美得让人印象深刻。 先前看的是黑白照,而此时此刻是现实三地高清蓝光像素。 我不禁震撼,真人实在是比黑白照好看太多了。 我这才明白,原来那个木盒子是可以穿越时空的月光宝盒,自己这是穿越到了民国时期。 我忽然想到了柳淑云的日记,里面那个沙雕琴朗,原来就是自己。 抄! 小丑竟是我自己。 我正风中凌乱,却见她纵身一跃,扑通一声,直接跳河里了。 我直呼好家伙,开局就这么刺激的吗? 来不及多想,我连忙下河救人。 等我把她抱上岸时,她已经有些不省人事了。 这才见面就闹出人命,日了狗,我还期待日记本里跟柳淑云没羞没骚的限制级剧情呢。 二话不说,我赶紧用手捂住她的胸口,开始有节奏的一下一下按压起来。 可她依旧没有反应。 好吧,是时候该人工呼吸了。 看着那不点而吃的樱桃粉唇,我毫不犹豫凑了上去,有点像果冻,凉凉软软软的,正准备肚气呢,我被一把推倒在地上。 她蹭的一下站起来,嫌弃地抹了抹唇。 指着我,气急败坏道,流氓,你个臭流氓,你居然,什么流氓? 我刚才救了你,你说你干什么不好,年纪轻轻的,跑去跳河,不怕天打雷劈呀,我气不打一处来,好心荡成驴肝肺了。 你才被雷劈,谁让你救了? 她一脸愤懑,双眼含泪,似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 好吧,我承认心软了,毕竟见不得美人落泪,语气不禁放缓了些,你怎么了?我刚才是为了救你,不是欺负你,我把你从河里抱上来时,你都快没气了,所以我才,她看着我,顿时更委屈了,别嘴挖的一声哭了起来,你都抱我了,还说不是欺负我,呜呜呜,我顿时无语了,那你说,你想怎么样吧? 她仰起小脸,含泪的美眸看向我,有些羞涩的说,都这样了,你要对我负责,我惊呆了。 难不成这就是传说中的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 仔细想想,民国时候的社会风气还是比较保守的。 见我不出声,她怒瞪了我一眼,有些恼羞成怒,干嘛,你不愿意呀? 我有些不好意思,黑黑一笑道,不是不愿意,就是有点太突然了,上一世也是,她突如其来的求婚,让我一脸猛逼。 我跟她的婚姻虽迅速短暂,但冥冥中,两人似乎早已注定了姻缘。 所以此时此刻,我才会跨越时空跟她相遇吧。 我不管,你抱了也亲了我,你必须得负责,你要是不负责,我就告诉我爹,当心,他逼了你,他一把揪住我的衣角,一脸耍赖皮的模样。 我忍不住笑了,没想到他也有这俏皮可爱的一面。 他狡黠地笑了笑,说道,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说完,他急吼吼地就要拉我走。 哎哎,你吼急啥呢? 他紧紧拽住我的衣角,生怕我跑似的,一脸认真的说,带你去见我爹,然后结婚,我猛了。 他这二话不说,就拉人结婚的毛病还真没变。 嗯,熟悉的配方,没错了。 我甩开他的手,按照既定剧本,吵嚷着,你连我叫啥都不知道,就拉着我去结婚。 婚姻大事有阵我儿戏的吗? 他抿了抿唇,哼急说,我叫柳淑云,你叫什么名字? 秦朗。 嗯,知道了。 说完,他再次拉起我的衣角继续往前走,脚步有些急促。 哎哎哎,别扯衣服,都快被你扯烂了。 突然他脚一滑,刺来一声,我身上这件单薄的限量版李宁中国T恤,瞬间被撕成两半。 好疼,他坐在地上,捂着脚踝疼得眼泪快出来了。 我光着膀子,很是无语,我说你至于这么着急吗?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多恨假呢? 你看,把脚崴伤了吧,你。 他瞪了我一眼,像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脸顿时红了起来,连忙捂住眼睛。 说道,呀,你耍流氓,快把衣服穿好。 我低头一看,原来是不小心把八块奸挺的腹肌给露出来了。 加上我常年工地搬砖的倒微身材,看得柳淑云一阵面红耳赤。 他嘴上说着非礼物事,其实敲咪咪露出一条纸缝,脸蛋晕红地打亮着我。 我看着自己身上这件撕得跟破抹布一样的T恤,一脸无奈道,大姐,被你撕成这样了,还能怎么穿啊? 你这是什么破衣服,轻轻撕一下就这样了,算了,你反过来穿,挡一下前面,他目光躲闪着,不敢指示我。 可是,反过来穿,岂不是成了漏被装了?我一个大男人穿成这样。 我说,不需要,你不是脚扭伤了吗?正好帮我挡着,说着我一把将他抱起。 一开始,他还挣扎着要下来,实在是脚疼得走不动,他才放弃,只能任由我抱着。 此时此刻,他安静得有些出奇。 垂眸一看,只见怀里的他耳朵红红的,脸上还浮现着两朵红韵,乖得跟小白兔一样,显得很是可爱。 似乎感受到我的目光,他一抬眼,恰好四目相对。 一瞬间,我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他连忙移开目光,脸更红了,小声地说了声,谢谢。 我说,不客气,我都成了你的专属牛马了。 先说说你家在哪儿吧? 突然,一群身着黑色西服,拿着斧头的人冲出来,将我们团团围住。 紧接着,一辆民国老式普利茅斯轿车朝我们缓缓开了过来。 我猛了,啥玩意? 斧头帮? 柳书云翻了个白眼道。 什么斧头帮? 是我家里人来接我了。 快放我下来。 叫车里下来,一位身着长跑马挂的中年男人,朝柳书云一脸恭敬道。 小姐,别闹脾气了。 回家吧。 老爷还在家等您呢? 这位是,他看了看我,眼里满是警惕。 柳书云面无表情。 淡淡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说完就把我拉进了车里。 车内柳书云脸色低沉,不久开进了一家公馆。 说是公馆,其实就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时期的老式别墅。 公馆很气派,里面更是富丽堂皇。 但在上一世,这些我都已经见惯不怪了。 你先去换身衣服,一会儿我爹过来,我带你去见见他。 说完,柳书云朝仆人吩咐。 我被领到二楼的一个小房间,换了一身中山装。 不得不说,这身衣服还挺合身的。 我臭美地照了照镜子,还是一如既往地帅气逼人。 整理好了后,我就被仆人领下楼。 刚一下楼,就听见大厅传来争吵的声音。 我说不嫁就是不嫁,爹,你怎么逼我都没有用,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是柳书云的声音。 随即,一个男人气愤的声音响起,这由不得你,你要么嫁给刘总督当他的十一房仪太太,你要么就嫁给日本人。 你自己选吧,这下我才明白柳书云为什么会去寻短剑了。 我不选,我谁都不嫁。 突然,柳书云贴见了我,静止朝我走来,将我直接拉到他爹面前。 我只嫁给他,我跟他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 他爹勃然大怒,抬手举枪直直对准我的脑袋。 看着那黑幽幽的枪口,我瞬间焊毛倒数。 这可是真玩意,能让脑袋开花的。 我甩开柳书云的手,连忙挤出笑容解释。 没熟,伯父,您别听他的,我的大米还是生的呢? 我俩一点都不熟,柳书云发狠地抱紧住了我的胳膊,昂着脖子看向他爹,说道,什么不熟,你都抱了我,亲了我, 还给我看了个大宝贝,我连忙捂住他的嘴。 娘嘞,大姐您是哪家驾校毕业的,别乱开车呀,会死人的好罚。 虽说我哪者穿越剧本,可众所周知,演员临场感戏,也是屡见不鲜的。 可坑爹的是,这剧本只有开头,后续发展都被柳书云的泪水打湿了。 当真应了那句我猜中了开头,不等我开口,冰冷的枪口已经抵到我脑门上。 他爹怒目而赤道,让他继续说,我赶紧松手,心里期待这姑奶奶能嘴上留情。 然而柳书云干脆挡在我身前,依旧作死道,说就说,反正我已经不是清白之身了,现在要嫁,我也只能嫁给他,你要是气不过,那就开枪打死我们好了。 哇,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好,我现在就成全你们。 他爹大怒,立马扣动了扳机。 砰的一声枪响,我瞬间荡机了,清晰地感觉到子弹从耳边擦过,柳书云没想到他爹真的开枪了,吓得脸都白了。 他爹瞪了他一眼,恨铁不成钢说,我真是被你气死了。 柳书云双眼含泪,委屈巴巴的,好不可怜的模样说,还不是你逼我的。 他爹气得直跺脚,我那是为了你好,你倒好了,从外面随便找了各业男人回来,柳书云却不服气,为了我好,你还逼我当别人的小妾,更过分的是,你还想让我嫁日本人,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 我宁愿死了,也不嫁日本鬼子,他爹无奈地叹了口气,抬眼看向我,朝我招了招手。 你,过来,我还处于当机状态,后背都被冷汗浸湿了,整个人都没缓过来。 实在是太特马地吓人了,导演,能不能先中场休息一下下,太刺激了。 柳书云推了推我说,我爹叫你呢,回过神来。 我第一反应就是要跟柳书云撇清关系,以防他爹发飙。 于是我说,柳先生,其实我跟柳书云是,清白二字还没说出口,他爹就开口道,算了,你跟书云抓紧时间成亲吧。 我,我草,什么情况啊这是? 不是,柳先生,我话还没说完,他爹趴的一下把枪拍在茶几上。 柳书云赶紧走到我身边,悄声地在我耳边说,别乱说话,小心我爹又请你吃子弹。 看着那黑幽幽的枪口,机智地我选择了闭嘴。 他爹坐在沙发上,目光审视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见我不说话,柳书云推了推我,问你话呢,赶紧自我介绍啊。 我无奈了,只好说,伯父,我叫秦朗,今年二十三岁,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四,燕京大学毕业,听到这里,柳书云过去搂住他爹的手臂,一脸撒娇道,爹,他可是大学生。 你看他,一表人才的,可比那个老头总督好多了。 再说了,我可是您的宝贝闺女,您忍心让我去给人当小的吗? 他爹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柳总督是老了些,但人家有兵能保护你啊。 随即他爹不满地看了我一眼,现在兵荒马乱的,你指望他一个男的赤手空拳地保护你,除非他能把外面的鬼子手撕了。 呃,手撕鬼子这个,树在下还真是做不到,除非换到抗日神剧片场。 我不管,我只嫁给秦朗,说着,柳书云过来紧紧抓住我的手,白皙的鹅蛋脸上写满了固执,眼泪汪汪,我认定他了。 我这辈子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就在这时,两个身着军官服的日本人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对日本小兵。 气氛请客间变得紧张了起来。 眼前的这群鬼子,特马地跟抗日剧里的一个鸟样。 说实话,要不是他们人多有枪,我真想上去踹一脚,没办法,抗日神剧看多了。 柳书云的父亲一看,立马躬身笑呵呵地说,龟田大佐,您来了,欢迎欢迎,随即朝管家喝道。 愣着干渗,还不快去给贵客沁茶,管家赶忙下去。 那个叫龟田的大佐却打住,微笑着用有些别角的中文说道,不必了,我这次过来,是来给刘先生送一件礼物的,说完朝手下挥了挥手。 随即,一个日本小兵将一个四四方方的大礼盒端了过来。 这时,龟田注意到我,问道,这位是柳书云的爹连忙道,我的一个朋友,龟田恩了一声,他似乎并不在意我,朝柳书云的爹眼神示意道,柳先生,不打开康康,看着这大礼盒,我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 果不其然,木盒子一打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露了出来。 啊,柳书云吓得连忙躲到我身后,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揪住我衣襟的手指不住地颤抖。 柳书云的爹更是吓得连连后退。 而龟田却是很满意他们的表现,他带着笑容淡淡开口,这次我们低皇军,又打了胜仗,盒子里面的刘总督,已经成为了我们低手下败将。 柳先生,我听说,你还想把你的女儿嫁给他,是不是?说着,他的眼神立马变得冷冽了起来。 柳书云的爹吓得连忙白手,擦了把冷汗,赔起了笑脸。 没有,没有的是,大佐,您别听外面的风言风语,从来没有的是。 嗯,很好,龟田满意地点了点头,既然如此,你低女儿,我带走了。 说完,他挥手示意手下。 两名日本小兵,二话不说,将柳书云抓了起来。 柳书云被吓得花容失色,惊恐地向他爹求救,不要,我不要跟他走。 救我,爹,救我,见女儿被抓。 刘父救女心切,抓着龟田的手臂哀求说,大佐,求求你放过我的女儿,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了。 龟田却置若罔闻,一把将他甩开,目光贪婪地盯着柳书云。 宁笑说,柳桑,你低女儿大大低好,皇军就需要这样的良民,你放心,他到了皇军大本营。 我们上上下下都会好生,照顾好他弟,柳书云向我投来求救的目光,但更多的是绝望。 毕竟在他看来,我只是一个被他临死抓过来挡婚的倒霉蛋。 见我迟迟没有动作,柳书云的眼里已有泪水阴晕。 巴嘎,就在龟田大佐要把人带走之时,我忽然大喝了一声。 走到龟田面前,二话不说,揪着他军服衣领,左右开弓,狠狠地扇起了他耳光来,啪啪啪地,十几个大耳瓜子下来,扇得龟田晕头转向,彻底猛了。 他没想到我竟敢对他动手。 周围的人都惊呆了。 此时的龟田才反应过来,怒吼巴嘎压路,他身后的日本兵举着刺刀枪围了上来。 龟田伸手要拔刀,我反手又给他了一剂大耳瓜子,在他耳边用一口流利的东京枪日语冷喝道。 巴嘎,该死的,立刻把你的人撤走。 坏了大事,我们特高克饶不了你,龟田登时一愣。 特高克是日本特务机构,权力很大,负责刺探情报和搜罗敌国财富,形势极为隐蔽。 哪怕是他,都不敢招惹,顿时疑惑地盯着我。 我很清楚,在这个时候,气势上绝不能输。 我一脸凶狠地直视他的目光,让他误以为我是特高克的人,正在执行机密任务。 日本是个极度讲究上下尊卑的国家,尤其被武士道和军国主义洗脑后。 越是上级日本军官,往往态度极为蛮横暴力,一言不合就甩人耳瓜子。 我也是兵行险招,手心里钻满了汗水,如果让他们把柳书云抓走,后果不堪设想。 这踏马的,我竟然被逼得用上了雪豹周卫国的套路,不过这招确实在历史上有人用过。 归田看我态度如此巨傲,比他这个大佐还要嚣张跋扈,猜测我怕不是个少将吧? 归田生怕得罪特高克的人,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加上我的东京枪日语,让他这个来自小地方的军官,想起昔日被东京大佬们嘲讽彼仪的自卑回忆。 他黑了一声点头道,坏了您的大事,十分抱歉阁下,随即朝手下一挥手,大喊道,立即撤退,见日本鬼子陆陆续续地离开,我松了口气。 幸亏上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日语专专业,在日本留学了几年,练就一口流利的东京枪,这才逃过一劫。 你是日本人,柳淑云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就连他爹脸上也满是震撼。 毕竟刚才,我可是两三个耳光就把日本兵给扇走了。 我连忙否认三连,我不是,我没有,什么日本人,别瞎说,我可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柳淑云不相信。 问道,那你怎么会说日语的?我一脸无语的说,会说日语的就一定是日本人。 学过日语肯定会说日语啊,柳淑云依旧不信,你口音这么正宗,刚才还敢动手打归田,你肯定是间谍。 而且还是级别还很高的那种,我刚才只是吓唬人而已,好吧,显然他们都不信。 这不是重点,柳淑云的爹感激我的出手,一改先前的态度,对我拱了拱手说,刚才真是多谢秦公子救了小女,我连忙摆手道,感谢的话先不说了,得抓紧时间跑路,不然等日本人反应过来,咱们想走都走不成。 文言,柳淑云跟他爹面面相去,这下,他们才信我说的话是真的了。 柳淑云的爹苦笑道,要是能走,早就走了,如今柳总都死了,外面肯定被日本人重兵把守了,一旁的柳淑云也是满面愁容。 我私存了片刻,说道,我倒是有个好方法,不过需要你们配合,而且要尽快,一分一秒都耽搁不得。 我将计划告诉了柳淑云的爹,让他赶紧着手准备。柳淑云说,多亏有你,不然我真被逼着嫁给日本人了。 我好奇地笑问,为什么你会被日本人逼婚? 难道是因为你这个花姑娘长得太好看了?柳淑云脸上微微一红,跟我说明原因。 原来淑云的父亲是富甲一方的首富。 日本人之所以不动他们家,是因为他爹在米国花旗银行里,存了一吨的黄金。 若是要想取这批黄金,必须他爹本人亲自在场。 日本人不可能放他们去米国,但又对那批黄金虎视眈眈。 于是柳淑云被日本人盯上了,因为他是他爹唯一的继承人。 日本人就打着和亲的幌子,逼他爹嫁女儿。 柳淑云说,日本人就是狼子野心,一旦我跟日本人结婚了,他们二话不说,就把我跟我爹给杀了。 这样,他们就能理所应当地拿到那批黄金。 其实,我跟我爹死了道不打紧,关键是那批黄金,绝对不能落在小鬼子手里。 说着,柳淑云眼眶微微泛红,声音不由地哽咽,不然又得害死多少百姓。 文言,我心中不惊一沉,轻轻拍了拍他的奸乙式安慰。 对,放心,我会帮你,你不会嫁给日本人,那批黄金更不会落到他们手中。 他点了点头说,嗯,我信你,看着他那天真的模样。 我不禁失笑道,你就这么相信我。 你刚才不是还说我是日本人吗? 他笑了笑说,我小时候有个算命的,说我十八岁时会天降贵人,住我们家渡过难关。 我无语,撇撇嘴道,封建迷信的那一套,你也信,怕不是人家还要卖你,只要九毛九的一整套如来神掌,玉女心惊吧。 啊,你怎么知道我买了玉女心惊? 柳淑云忽然翘脸飞红,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见我一脸坏笑,柳淑云休脑得跺跺脚,走过来抓起我的手掌,用指甲狠戳了下说, 你自己看,你打那个龟田的手都肿成啥样了,你要不是真的恨日本人,能肿得跟土风遮过似的吗? 阿斯,爱马好疼,你不说我还没注意,我这才发现自己的右手掌心整个肿起来了。 尼玛,刚才打龟田太入戏了,没收住力道。 不对啊,我这个打人的都这样了,那个龟田看着啥事没有? 这脸皮也忒厚了吧,怪不得能当大佐。 柳淑云说,而且,连我爹都不敢得罪日本人,你却为了我挺身而出,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嘴角斜钩九十度跟龟田对视的那股姿嚣张跋扈,虽然有一点点奇怪,看着让人想打你, 可我还是觉得你很帅,不知不觉,柳淑云翘脸上的红韵,弥漫到了白皙的博港。 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碧月修花,柳淑云父亲很快就从黑市上弄来了两套日本人的军官服。 我问他,怎么只有两套? 柳老爷很无奈,说只能搞到两套了,黑市管控的厉害,让我们赶紧换上。 我换上军官服,让柳淑云赶紧把士兵服换上。 刚把衣服换好,管家又急匆匆地跑来,说日本人又折回来了。 柳老爷连忙将我们带去书房,打开暗门,让我们赶紧走。 柳淑云一脸焦急地问,爹,那你呢? 柳老爷将他推进暗门,说道,日本人不会把我这个商会会长怎么样的,他们还需要我维持金融市场稳定,你们赶紧走。 他朝我叮嘱道,秦朗,我把女儿交给你了,一定要把她送到码头,那边会有人接应的,紧接着交给了我一个信封,随后就将暗门关上了。 我拉着柳淑云赶紧走,暗门里面是条隧道,走过隧道后,进到了公馆外。 外面有辆轿车正等候,司机穿着日本士兵服。 柳淑云说是他家的司机。 突然,公馆里传出了枪声。 柳淑云想返回,我连忙将他拉进车里。 车里,柳淑云满面愁容。 我知道,他是担心他爹了,便宽慰他说,放心,你爹会没事的,他恩了一声,却愁眉未斩。 我们的车走的是小道,避过了日本人的车队。 车开了不久,前方便是日本人的少岗。 柳淑云也不知是紧张,还是害怕,他紧紧抓住了我的手。 我开玩笑式的安慰说,放心稳住,看我一会儿秀操作,奶奶的小鬼子,就是欠抽,不说了我的右手又开始痒了。 柳淑云虽然习惯了我的骚话怪词,还是有点忍俊不禁,紧张感谢了下来。 车被日本哨兵拦住,停了下来。 我怒气冲冲地下车,继续我的祖传手艺,二话不说就给那拦车的哨兵两个大耳光。 开口巴嘎,闭嘴巴嘎雅露。 我用一口流利的日语怒吃道,混蛋,连我的车都赶拦,你们是想找死吗? 周围的几个哨兵都吓坏了。 好家伙,脾气这么暴躁,最起码是个大左呀。 他们走了过来,连忙九十度鞠躬说对不起。 那个被扇耳光的哨兵,更是连头都不敢抬,低头哈腰地不停跟我道歉。 我继续说道,滚,要是耽误要是,我逼了你们,哨兵们赶忙屁滚尿流地拉开关卡。 我气定神贤地上车。 车子缓缓开动,通过后视镜看着身后的哨岗越来越远,我豁然松了口气。 柳淑云一脸兴奋地说,你太厉害了,比日本人还像日本人。 几个大耳光就把那些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 我嘴角抽搐道,大姐,你这是在骂人好吧?以后不许说我像鬼子,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柳淑云吐了吐舌,脸微微一红说道,秦朗,我爹跟我说,让我跟你,话还没说完。 司机惊慌道,不好,日本人追过来了。 我回头一看,日本人的车队不知道什么时候追了过来。 赶紧走,加大油门,司机二话不说猛踩油门,车子瞬间在道上飞快行驶。 虽是老爷车,但是德国进口,将日本人的车队远远抛在身后。 突然,砰的一声,车后破了个子弹孔。 日本人开枪了。 我连忙搂过柳淑云,让他伏低身子。 随即而来的是砰砰砰的连环枪声。 司机中枪了,车子开始猛地摇摆起来。 我赶忙挤到前面,握住方向盘,转头一看司机,脑袋中了一枪,已经没有声息了。 日本人的车队依旧紧紧跟在后面。 顾不了这么多了,我把司机旁边的车门打开,把他推了下去。 好在,这车不难开,本就是老司机的我,很快就上手了。 我猛踩油门一路狂飙。 柳淑云刚想抬头,砰的一声枪响,吓得他赶忙扶低身子。 突然,手臂处一阵灼热感。 砰的一声,挡风玻璃碎裂。 子弹穿过面前的挡风玻璃,弹孔处还沾着鲜红的血。 我低头一看,手臂被子弹擦过。 鲜血直流,强烈地痛感袭来。 顾步的那么多,我只能咬牙强忍遮腾痛,握住方向盘。 日本人的车队依旧紧跟着我们不放,身后还时不时传来枪声。 砰的一声,车轮被子弹打中了。 车子开始不受控地左右摇摆起来。 我强行把车开到了一处高坡,大喊着,坐稳了,随即猛踩油门,朝高坡尽头冲了出去。 我以为我跟柳淑云必死无疑了。 高坡下茂密的树丛缓冲了急迟而下的轿车,但车子依旧翻滚了好几圈,才停了下来。 期间,我整个人昏了过去。 我感觉自己在做梦,梦见九十六岁的柳淑云站在我面前。 舒尔他变成十八岁时的模样,脸上很是胶着,满眼泪花,他在不停地呼唤我。 秦朗,醒醒,快醒醒,我睁开眼,只觉得头痛欲裂,手臂更是疼得抬不起来,鼻尖传来一股浓烈的汽油味。 此时整个车都倒了过来,外面的车头还不断地冒着浓烟,燃着火花。 起来,快起来呀,柳淑云急得都快哭了,不停地使劲把我往车外拉。 要命的是,我的脚却被车座给卡住了,太吞马狗血了。 我强撑身体,用力一扯把脚扯了出来。 快走,车要爆炸了,柳淑云搀扶着我快步往前走。 不多时,身后就传来砰的一声巨响。 我俩亡命似的赶路,好在那高坡很陡峭,日本人开车下不来,只能绕道追过来。 走了不知多远,天黑的时候,我跟柳淑云发现了一户废弃土房。 此时的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们只能暂时躲进土房的地窖里。 秦朗,你流了好多血,柳淑云声音哽咽,替我包扎胳膊时,她的手忍不住颤抖。 我说,别怕,没事,我睡一会儿就好了,也不知是失血过多,还是太累了,我忍不住沉沉睡了过去。 秦朗,秦朗,你不要死,你死了我怎么办? 我被柳淑云咬醒。 她泪眼婆娑,声音哽咽。 没死呢?我应了声。 柳淑云破涕微笑道。 我还以为,你快起来,我发现地窖里好像躺着一个人,说着,她恐惧地朝里看去。 地窖有些暗,但适应了黑暗后,确实能看见里面躺着一个人形的轮廓。 柳淑云递了一个打火机给我。 我问她哪来的? 她说是她爹的,为了监督她爹戒烟,她一直把她爹的打火机带身上。 我感觉了下被绑好的胳膊,好在是轻微地擦伤。 柳淑云绑好止血后,成个几天问题不大。 点燃打火机,微弱的灯光亮起。 我大着胆子往里走去,柳淑云紧紧跟在我身后。 走近一看,里面躺着一个身穿国军军服的士兵,已经凉透了。 我在他的身上搜寻了会儿,找到了一颗手雷,还有一把枪,枪里没有子弹了。 我们将那士兵就地挖了个坑埋葬。 此地不能久留,我跟柳淑云整装好后,便离开了。 柳淑云熟悉这片地方,他说绕过这片山头就能到码头了。 山上的路不好走,再加上我受过伤身体虚弱,也没啥吃得喝的,走得更是慢。 柳淑云身上也挂了不少彩,不过好在只是些小伤。 说起来也奇怪,这么久了,日本人早就应该带着搜寻犬追上来了。 路上,我看到漫山遍野的石南花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找不到我们? 石南花散发的气味极其刺敌难闻,大片的石南花很轻易地就掩盖了我们身上的气味。 日本人想靠搜寻犬找到我们,有一定的难度。 再加上柳淑云对这片地方熟悉,也能轻易地躲过他们。 路上,我们走走停停。 我们的目的地是天远的一个小码头,那里有柳富一早安排好的轮船。 原本开车小半天就能抵达的路程,现在变得异常遥远。 期间,我们经过一个小山村,村里空无一人,在一片空旷地,我们看见成片被烧得黑胶的尸体。 以前这样的场景,我只有在书上,电视上才会看到。 柳淑云不敢直视眼前的一切,她紧紧抓住我的手。 此时此刻,彼此心情都很沉重。 夜晚,我们还是找了个地窖待在里面,盖子上铺了一层牛马的粪便,防止被追踪。 死寂的幽暗中,只有篝火在徐徐跳动。 我烤着两颗木棍串起的长毛土豆,两天没吃没喝了。 这还是柳淑云在这个地窖的意外收获,要不然,我俩怕是赶不到码头,就要先饿死了。 土豆烤好后,我递给柳淑云一个,叫她慢点吃,烫。 柳淑云手忙脚乱的小口吃着土豆,然而,我还是高估了这位千金大小姐的动手能力。 哈哈哈哈,我说你是不是傻? 哪有吃土豆不包皮直接上嘴的? 是不是吃了一嘴土灰,笑死我了? 我故意不厚道地笑出猪叫,想驱散她连日来的紧张情绪。 我知道,她心里很担心自己的父亲。 你别笑了,有什么好笑的,我就是没吃过这样的土豆不行吗? 我以前在家,都是厨娘做成土豆泥端出来,厨娘是我爹从东北那边高薪,说着说着,柳淑云沉默了下来,篝火里,她的眼眶泛红。 剑说到了她的伤心事,我刚想转移话题,柳淑云开口了。 秦朗,你知道吗?我经常做一个梦,梦见未来,我们抗日胜利了,不再有战乱,百姓们安居乐业,街道上到处充满孩童的欢声笑语。 我说,这不是梦,未来就是这样。 她点点头,继续说,我还梦见,我好像一直在等一个人,我等了她好久好久,直到我满头白发才重新遇见她。 可是,她已经不认识我了,每次梦醒来,我都感觉心仿佛被掏空了一样。 我目光一暗,语气尽量轻松,缓缓说,如果这不是一场梦,而是真的让你等那个人,等七十多年,你愿意吗? 愿意啊,她的声音变得有些羞涩,抬起眸来,直直地望着我说,因为在梦里,我很爱她,如果现实中我也爱她的话,别说等七十年,就算等一辈子,下辈子,我也愿意等。 火光硬照下,柳淑云痴痴的眸光,柔情似水,裹藏着某种说不清到不明的绵绵情义。 半晌,我正正地低声说,真是傻瓜,黑暗中,我们四目相对,彼此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 就在一触即发之时,她连忙别过脸,娇羞中带着一丝慌乱地说,你,你才是傻瓜呢? 你全家都是傻瓜。我强压下意啊,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从口袋里掏出了音乐盒。 音乐盒不大,就一个戒指盒的大小,被我一直放在口袋里。 看到音乐盒时,柳淑云很是诧异,这音乐盒怎么在你手里? 我以为不见了,那是我母亲去世前留给我的。 我笑笑说,临走前你父亲交给我的,说是留个念想。 他将音乐盒紧紧捧在手里,是若珍宝。 我揉了揉他脑袋说,好了睡吧,明早还要赶路呢? 往后几天,我们继续亡命式地赶路。 终于,我们俩抵达了那处小码头,远远就能看到码头上停着一艘轮船。 上面挂着米国的国旗。 柳淑云的父亲在米国那边有关系,专门安排了一条逃生船。 要命的是,日本人追过来了。 船开始鸣笛,马上要开船了。 我看着自己已经发言,酸胀难忍的胳膊,得争取时间让柳淑云上船。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明白自己穿越的原因。 我催促道,我去引开日本人,你赶紧上船,柳淑云不肯,泪流满面,紧紧抓着我的手,说什么都要两个人一起离开。 看着越来越近的日本人,我知道自己没法跟他一起离开了。 这是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跨越时空的爱恋。 我知道我们还会在未来相遇,只是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我们终究错过了彼此。 我说,还记得你的那个梦吗? 那不是梦,是真的,七十八年后找到我,把盒子交给我,让我回来,我紧紧地抱了抱它,如果不能长相厮守。 那就让我在无限穿越轮回中,重复与他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吧。 秦朗,走啊,此时的他气不成声,手里紧紧拽着那个音乐盒。 快走啊,我朝他怒吼。 见他朝轮船直奔而去,我毅然决然地朝日本人大部队过来的方向走去。 归田从车上下来,满脸愤恨地看着我,拔出手枪。 归田似乎没打算要我的命,他拿枪指住我脑袋,恶狠狠地问我到底是什么人。 我笑了笑说,我是你爹,随即拉响了藏在腰间的手雷。 一声俱响,我感觉自己的灵魂飘向了空中。 我看见柳淑云上了船,他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把那批黄金无偿地捐了出去,为国家抗日贡献了一份力量。 我还看见了,他不停地在寻找我。 他一直都在等我,从貌美青春一直等到白发苍苍。 这里面。 他一直都在试图的那一面。 我看见了,他有一份力量磋子在寻找我。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你怀疑自己能处理。 你们都在心关于我。 感谢观看